大家好我是大刘 很多朋友留言要多做些适合孩子吃的美食 今天我就分享一个核菜煎饼的做法 含有多种蔬菜 鲜鲜美味营养丰富 小朋友都特别爱吃 炒核菜必必的几项食材 肯定少不了鸡蛋 末尾泡发后切成丝 以及绿豆芽和灵魂韭菜 剩下的食材可以自己随意搭配 冰箱有什么就做什么 比如胡萝卜 青椒 粉丝 鸡蛋加一点食盐 打成鸡蛋液 肉油下锅 炒成大块的蛋黄 素菜昏油 摄辣油和猪油混合后炒出来更香 加葱酸末爆香 食材下锅的顺序也很重要 先下入胡萝卜和木耳 热油炒过的胡萝卜更有营养 再分别倒入豆芽 青椒以及粉丝 然后加盐 胡椒粉 鸡精 生抽和老抽 开大火翻炒均匀 炒入味 炒到七八分熟 倒入鸡蛋 继续翻炒均匀 最后下入韭菜段 炒出韭菜香味后即可出锅装盘 香气扑鼻 闻着就很有食欲 吃的时候也很简单 蒸好的筋饼放上和菜 简单这么一卷即可 蔬菜和主食全部搞定 大堆小孩都能吃 喜欢的可以试一试 供的家堂菜请关注我 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